赵丽颖一直是娱乐圈的拼命三娘,一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,看起来素颜照显得没精神,一副没睡醒的样子,不过即使是素颜,也是很漂亮的, 原来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气质美女,每次出场的造型都没什么问题,并且每次的街拍都十分的动人,卸妆后的她秒换出妆声,皮肤十分光滑细腻,可爱俏皮,卸了妆的严妮脸色霸黄,油光满面,和化妆的她相比,就像换了张脸,不过化妆之后的严妮其实身材现在也是很不错的哦,明镜是个大气的女人, 化妆后和化妆前区别不是很大,皮肤还不错,只是看起来没有精神,无心不是那种很惊艳的美女,不过素颜跟化妆实在差别不大,眼睛同样很有神, 迪丽热巴在卸了妆之后看起来,虽然没有那份惊艳美,看上去是非常的疲倦,但是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下,我们的热巴还是一如既往的美啊, 或许这就是粉丝们喜欢热巴的原因之一吧,七薇,在参加向往的生活中,就有素颜的镜头,连蓬蓬都没有站出来,七薇遇到这种事,会不会有尴尬了? 七薇卸妆后差别真的太大了,直接看说两人啊,卸妆后的baby就显得皮肤非常暗黄,虽然皮肤底子不错,但是脸部有些略微浮肿,最为严重的就是阳影的黑眼圈,可能与她平时努力工作有关,跑去工作好好保养的话,她本身的皮肤底子还是非常好的, 还笑同卸妆之后,妆前妆后还,是有点差别的,不过还好,有种邻家妹妹的感觉,正爽经常都是不喜欢化妆的,看了正爽的素颜,才会觉得什么叫做有颜韧性啊,皮肤非常的好,难怪正爽都是经常素颜上节目还有出入机场, 卸妆后的正爽也是特别的精纯,古丽那家卸妆后颜值也丝毫没有降,皮肤状态很好,白白嫩嫩没有丝毫瑕疵,眼睛也很好看,大大的瞳孔,长长的睫毛显得很像牙花啊,古丽那家的天晴也十分饱满,卸妆之后似乎少了一点距离感,多了一份平易巨人的美,素颜的白白和明星相全无, 包子脸明显似路人,蓝脸一脸憔悴,对于沈梦辰的颜值,外界有很多的传言,有人说他整过容,不管是否整容,沈梦辰的素颜确实和化妆后差距太大。